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尊敬的舞劇長 尊敬的處 不不 黃處長 親愛的女士們 先生們 我感到非常榮幸 有機會到澳門來做這個演講 剛才舞劇長說 我是1958年同一次到這兒來的 但是那個時候 澳門是完全是另外一個地方的 比較巧 我現在要講一個題目 就是 瑞建學院與諾貝爾文學獎 一般出來 對於瑞建學院 和諾貝爾文學獎的誤解 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讓我很簡單的 給大家介紹 瑞建學院這個組織 瑞建學院 建立於1786年 當時的國王 瑞建學院 瑞士達第三世 像很多18世紀 歐洲的貴族一樣 對法國的文化非常感興趣 所以 國王也是一個很驕傲的人 他非常佩服法國的一個 法蘭西學院 法蘭西學院 瑞建 當然也應該有一個學院 法蘭西學院 包括四十個院士 瑞建 既然是一個小國 所以 國王認為 十八個院士應該足夠了 國王自己選了 頭十三個院士 讓他們自己選 其餘的五位 國王所選的院士 都是些朝廷的高官和貴族 1786年的四月五日 路斯達夫三世國王 建立了瑞建學院 還同時建立了皇家科學院 與皇家人文歷史考古學院 三個學院 那為什麼這三個學院當中 只有瑞建學院沒有皇家的名詞 過往刻意取掉了皇家名詞 這個我以後要給你們解釋 瑞建學院的主要的任務 是保持和發展瑞建語的純潔 按照學院的章程 學院要編一部規模很大的瑞建的字典 和一部瑞建語的預法書 十八個院士 他們很快就發現 他們根本沒有資格編一個詞建 所以把這個任務也交給專家 編詞建的任務還是沒有完成 是兩年前開始的還沒有完成的 已經發表的部分 包括三十七巨策那麼厚的策 這套龐大的語言資料 到現在一直還進行了 希望過了幾年 就會完成 按照原台的計劃 應該2017年應該完成了 這可能是不可能的 這可能是不可能的 古斯達三世 讓瑞建學院的運作完全獨立 他訂立一條法律 四個瑞建學院 擁有內政與有政公報 這是一份歐洲也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個報紙 國家官方的新聞和所有的法案 必須在這個報紙上刊登的廣告 因為廣告的價錢很貴 收入屬於瑞建學院 用來編輯瑞建與資金 瑞建學院的院士不能夠離職 應該終生參加學院的工作 現在 原師的年齡也比較高 最年輕的原師有五十五十幾歲 最老的有九十多了 一個學院的院士 取世之後 院士們自己選一位學者 或者作家 來代理他的位置 現在的學院的院士 一半是學者 一半是作家 但是有的學者 也同時是作家 是的 或者是小說的 瑞建的歷史學家認為 郭士達三世 固然收到了法國文化的影像 而有了建立三大學院之際 他建立瑞建學院的思維 更現見他是一個強烈的愛國主義的主義者 認為瑞建學院要超越皇家 在皇家之上 在皇家之上 郭文自己設計了瑞建學院每年12月20日 舉辦的年會 舉辦的年會 簡體儀式 這個儀式 掩用了二百多年 是每年 冬天 聖誕節 以前 瑞建最重要的 文化活動 古斯達三世 用了很多心理來保證瑞建學院的財產頓固 全力 瑞建學院的院士 是一種榮譽 在制定 設計 力求周全 每一位院士 有編好的座位 我的座位是第五號 開會時 必須彼此尊稱最常的姓氏 不能直接稱其名 十分主動 理 院士的責任 是每星期四 開會 每星期四五點多 開一個兩個小時的會 每一次 就領 一枚這個姓氏 有很多剛才送給 武局長的一個姓氏 這個我們就換成錢了 值得150 瑞建的客欄了 那些150客欄的收入也得上稅了 瑞建是一個 瑞建政府是非常愛 緊急公民三歲 百分 起碼是百分之五十 我算是百分之六十 除了那 因緣以外 瑞建學院的醫院士們 沒有什麼收入 沒有什麼收入 儘管世事嚴謹 瑞建 瑞建三世在設計制度時 也留下 一點宮廷的趣味 比如 他規定 瑞建國王可以出席 瑞建學院的會議 其實 他從來沒有參加過 外國的國王不能夠參加院士的會議 可是 外國國王的兒女可以 可以出席的 但是他們也沒有來 非常奇怪的一個會議 除了夏天以外 瑞建學院 每星期四 開會 開了兩個小時的會議禮物 我們到 我們自己的一個飯盒 這個是 斯特高爾摩最老的一個飯盒 一個非常好的飯盒 這是屬於瑞建學院 我們到那去吃一頓飯了 除了 諾貝爾文學獎以外 學院每年 幫發一百多個 大小不同的文學獎 主要是幫發給瑞建的作家 和世人 瑞建的 發明家 阿菲律諾貝爾 他取世於1896年 按照他的遺囑 他巨大的遺產 成為諾貝爾基金 與大家所知道 有五個諾貝爾獎 環家 科學院所幫發的 物理學獎和化學獎 還有瑞建醫學 醫學院所幫發的 醫學獎 挪威的議會 所幫發的和平獎 和瑞建學院所幫發的文學獎 也許有人會問 為什麼和平獎是挪威的議會幫發的呢 這個問題是非常容易回答 因為1895年 諾貝爾先生給他的 寫他的遺囑的時候 諾貝和瑞建是一個聯合萬國 諾貝1905年才獨立的 常常有人問 為什麼諾貝爾先生 沒有多涉及幾個部門的講 諾貝爾基金會的一個發言人 認為 這五個領域 代表這位 一生沒有結婚 沒有孩子的 科學家的五個孩子 物理和化學 是諾貝爾先生 專業的科目 他在醫學方面 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他們打藥的 諾貝爾先生 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諾貝爾本身 也有解出的文學天才 有人以為 他年輕時候 寫的詩 有一點像英國詩人 勝利的色彩 我讀過一些他的詩 他寫的很不錯 他晚年的時候 也寫過劇本 他有的時候 有好些個出名的作家 像法國的 歷多於故 起初 瑞天學院 不願意接受 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 這個責任 一個非常重大的責任 很多院士認為 瑞天學院的資格 不能超過瑞天語 和瑞天文學的 兩種範圍 發諾貝爾文學 有的院士也提出 這個任務 簡直沒有希望做得到的 怎麼 18個瑞天的院士 他們怎麼能夠 每年就選出 一個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呢 其實 諾貝爾這獎 不是一個世界冠軍 不是一個世界冠軍 Story World Championship 就是 18個 北歐的瑞天的院士們認為 這個好的作家就得 就會得獎 討論了 討論了好久以後 瑞天學院還是決定要接受 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這個責任 按照 諾貝爾先生的遺囑 文學獎 應該頒發給一個 最近發表過一部 帶有理想形象的最優秀的文學作品 這個理想形象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誰都不能解釋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 對於 丹麥的文學家跟 宣傳媒家 Gior Brandes 他是生於1842年 他死於1927年 他認為 諾貝爾先生自己 對 不政府主義很感興趣 按照 Brandes 的看法 諾貝爾 用 理想形象這個詞 來表達 對宗教 對君主制度 對婚姻制度 一種批評性的態度 這個解釋 不一定是對的 要是對的話 很多 很多 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的人 根本沒有資格得獎 除了 這五個獎 還有 1968年 成立的 經濟學獎 其實 這個獎的基金 並非來自 諾貝爾基金會 而是 維建東洋英韓 紀念成立 三百周年 體憶 捐贈 基金 設立的 我現在 要試一試 簡單的介紹 瑞珍學院 怎麼樣 選一個 諾貝爾文學獎 的獲得 隔離 瑞珍學院 相思的 外國 文學院士 文學院士 各國 都在 學會的主席 和副主席 各國 大學 文學 和語言 系的 教授 們 有資格 推薦 候選 和已經 獲得了 諾貝爾文學獎 的 作家 團體上 作家協會 沒有資格 推薦 候選 積極的 單位 也不能推薦 一個作家 當然 不能 沒有資格 推薦 他自己的 瑞珍學院 每年 抽選 就發出 七百多 封信 邀請 個別的人物 和團體 推薦 諾貝爾文學獎 的 候選 推薦 應該 二月 一號 之前 寄給 瑞珍學院 可惜的是 從中國 寄來的 推薦 書 並不多 當了 好幾年的 好幾十年的 中國 作家協會的 主席 巴金 他自己說的 他從來 沒有寫過 一個推薦 推薦 書 學院 每年 收幾百分 推薦 書 有的 推薦書 推薦 同一個 作家 二月初的 候選人的 名單 包括一百五十 到兩百個 作家 推薦 學院 成立了 一個 包括五個院士的 蘿貝爾文學獎小組 這個小組 二月初 就開始 討論 名單上的 校图首先把候选轮的名单交给学院讨论 接着就会把名单说成越来越小的名单了 再说到这儿我就得谈到文学这个词的意义 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宣章 文学这个词除了纯文学以外 也包括有文学价值的其余作品 这是哲学家Olive Bergstrom和Berdin Russell和Winston Churchill能得奖的原因 每年春天文学奖小组开三次会 每一次开会后小组报告越学院让大家讨论 瑞典学院的院士当然都会念英文德文和法文 有的院士会俄文和波兰文和杰克文 有的会西班牙和布达亚和布达亚文 只有一个院士会念诸文的 不,有一个同事 他曾经算过我们十八个人 懂得比较精通的语言 应该是十几多 如果推荐的作家用院士们所不能读的语言写作 就得考翻译 就得考译文 那当然不太理想 是比较不努力的 无论多么好的餐理 不一定能完全反映原文的风格 瑞典学院常常请专家评价一个作品不同的一本 有时候学院甚至请另外一个专家评价我们原来请来的专家是否审认 有时候请一个专家评价一个作家的作品 评价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当代文学 当然这些文件都是很秘密的 不发表 到了每年的五月底 原来的候选人的名单就缩短了 最后的名单 五月五月底的名单 包括五个或者仅多六个宗家的名字 夏天院士们就有机会看书了 要看来看书还是比较多 九月学院开始开会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星期四 我们每一个星期四 讨论到底应该选谁 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得者 文学奖小组的每一个委员 九月底或者十月初 得写一个报告 评价这五六个候选轮的文学奖 开会的时候 每一个院士 必得 差表 他对每一个候选人的 评价 投票的时候 起码需要十二个院士参加投票 得到绝对多数票的作家当选 一百年前的世界 比现在的世界小得多 那时 从瑞天学院来看 世界文学好像等于欧洲的文学 头十二个文学奖的候得者 都是欧洲人 两个法国人 四个德国人 一个布兰人 一个一代人 一个瑞天人 一个诺威人 一个比利时人 和一个英国人 1913年 印度的诗人 Rabitana Tagore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同一次 一个非欧洲的人得奖 可是 他如果在讲的诗集 是用灵文写的 1914年 1914年 没有办法讲 从1915年 到1929年 除了两个美国作家以外 一个是尤吉隆尼 1936年 一个是Berlback 赛春柱 1938年 候奖的作家 除了他们以外 候奖的作家 都是欧洲人 我现在要讲到 一个我自己非常佩服的 一个中国作家 一个学者 就是李玉唐先生 他曾经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原来 我原来在佛布萨拉大学 瑞甸大学 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 我挺大的希望 是将来会当高中老师 教孩子们 拉丁文和希腊文 但是 我那个时候 我正在 准备要考了拉丁文 有人送我一本书 就是 就是 林玉唐先生 用英文写的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我相信很多在场的人 就都读过他的那本书 他有英文写的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有人把那本书 一种比较不好的中文 叫生活的艺术 生活的艺术 不是李玉唐先生自己写的 反正 是另外一个 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都不好 他 李玉唐 谈到 谈到这个道教思想 他谈到道德经 他谈到庄词 他引用很多的道德经 跟庄词 我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读了以后 我马上就跑到大学 图书房 去借所有的 道德经 跟庄词的 艺术 艺术 我自己会读的 德文艺术文 我读的时候 就感觉到 他们都是不同的 都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不懂 他们是从一个 原文出发的 我那个时候 给瑞建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汉学家 赵本汉 Bernard Kraken 他中国名字是赵本汉 他是 真的是实际上 最大的一个汉学家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能不能去拜盘他 他说 可以 我就去拜盘他 他在 那个时候 在 是实际上 他是实际上 做法不愿的愿者 我去看他的时候 我就问 我读的哪一个 译文是最好的呢 他说 读不行 读不好 只有一个译文 是可以的 是我自己 我自己 但是没有发表 我可以借你 稿子借给你 他就把稿子借给我 我就回奥塚兰大学去看 过了一个星期 我就回到 是实际上 我把稿子借给 奥巴汉 我们就 做这个 他就说 你为什么 学那些 已经死去了的语言 的拉丁文 古代的拉丁文 跟古代的西藍文 是死的语言 你为什么不学都文呢 我说 我很想 很想学都文 他说 你八月份回来 拜拜 拜拜 他很满 所以他已经 他好了 就做 拜拜 他说的拉丁文 和西藍文 是死的语言 他自己的拉丁文 非常好 他父亲是一个 高中 高中老师的 找拉丁文 和西藍文 他有七个 他们 那个老师有七个 七个儿女人 那三个儿子 就在家里 谈拉丁文 打电话来 跟老人 所以 他们 非常努力 所以 他 真的 不是拉丁文 不是一个 死的 还能够讲的 好 好了 我就 我 中间 就 回到 西藍格尔罗 就上 高巴汉的 课 我们就有五六个 五六个学生 等等 我们的课本 主要一个课本 是左转 第二个课本 是庄子 所以 我们读的 是先起文学 左转 庄子 列子 墨子 论语 但是 没有读过 现代 现代 汉语的 所以我学了两年 我 我对 先起文学 确实有把握了 但是 一句话 一句 汉语 就说不出来了 1998年 就 得了一个 非常好的 一个 没有大玩的 一个 洛克菲特的 fellowship 到中国去 两年 我到了 到了 上海 我 我简直 不能 不能 不能说话了 我从上海到 到 四川去 从成都 到 乡下到 乐山 跟乐美 那根本就没有人 会讲 英语 或者别的语言 所以我很快 就 就 学会 讲 四川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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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著作里提到的一个朋友是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尊珠 赛尊珠鼓鼓励林玉藏先生用英文写奏 他也给赛尊珠鼓励林玉藏的《无国与无民》很重要的诸奏写了一个序文 我自己认为赛尊珠鼓励林玉藏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是一个很好的而且很动人的小说 我知道很多中国作家和文人认为他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瑞杰学院最大的故事了 我的老朋友彭之林和冯志 世人彭之林和冯志对这个选择表示非常不满 他们认为赛尔文学奖是对当时的中国作家的无路 且认为瑞杰学院应该把奖帮发给一些农村生活的中国作家 我完全不喜欢这个看法 我完全不喜欢这个看法 我也完全懂得为什么瑞杰学院把奖学奖帮发给文本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当代的中国作家的作品 还没有开始翻成外魂 是1931年发表他的小说《大地》 那个时候就轰动了全世界 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就带我看一个美国电影 《大地》是非常独人的一个电影 这是第一次一个外国小说描写中国农村的坚固的生活 孙宗文先生的中作 《中文字传》也是1931年发表的 最遗憾的是 当时没有一个外国爱好文学的读者 知道孙宗文是谁 我是1985年 选进瑞杰学院成为院士 然而非常奢望的 是孙宗文1988年的五月 去世 要是他那个时候没有去世 他肯定会得到1988年的文学奖 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奢望的 这个秘密我不应该说出来 但是我早已经说出来 这个秘密了 所以我的同事们他们会愿意 愿意我 1939年 瑞杰著名的探索家 他也是瑞杰学院的医院士 斯伦柯鼎 他是165年 生于1952年 去世的人 他推荐胡适 胡适先生 塞尔珠和林玉堂 我已经说了 他们是好奔的 塞尔珠两次 1940年和1950年 推荐林玉堂 作为诺贝尔二级长的候选者 对 候选者 中推荐的林玉堂先生 为诺贝尔二级长的候选者 1940年 瑞杰学院 请莫德老师 高文汉 评价 令玉堂的著作 他的报告中 高文汉的报告中 他特别提出 《如国欲无名》和《精华烟云》 《精华烟云》是林玉堂的一个非常特别看的一部小说 高文汉认为 这两部书是报道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非常宝贵的著作 诺贝尔文学奖的小组 诺贝尔文学奖的小组 也特别欣赏 作者的 厚薄的 有机制的 和富裕 很强的 幽默感的 想象力 幽默 幽默 是林玉堂发明的一个词 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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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 瑞健学院 1940年到1943年 没有办法 诺贝尔文学奖 这可能是因为 瑞健学院 在当中 愿意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 赛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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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英文写的一部诗集 1913年 得了 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几年 1940到1943年 没有办法 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 1946年以后 获得奖的人 都应该算是非常优秀的作家 像英国的 T.S.Elliot 1948年 最好些个中国作家 像李瑞 曹南权和莫延 影响很深的美国的 William Faulkner 1949年 Ernest Hemingway 1954年 还有法国的 Albert Garnier 1957年 美国的 Don Steinbeck 法国的 Jean Paul Sartre Sartre 当时 给瑞典学 他得了奖 他就给瑞典学院 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 就拒绝接受 这个奖 今年以后 他后悔 他写信 给瑞典学院 问 但是没办法 是 还有 1968年 都讲的 日本的 Yasunari Kavapata 川段康城 他是早在 1961年 有人推荐他 因为 瑞典学院 没有日文的 专家 所以需要用六年的功夫 收集大量的 语文 和日文专家 所能提供的 资料 才能够把文学奖 讲给Kavapata 有时候 有时候 罗伯文学奖 就帮发的一个 一般的读者都不认识的 作家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 在美国的 Isaic Singer 1978年 他讲的 谁都不知道 谁是谁 他是一个 很穷的一个 犹太伦在 纽约 靠他的 他的 西子 赚了一些 很低的薪水 结果很 很穷的 社会 他得了奖以后 呼 就很 有很多人就愿意 读他的 非常好的 小手 像布兰的 Cesat Nihon 也没有多少人 知道 80年的奖品 还有 1982年 得奖的 Colambia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有些人 以为 Márquez的著作 对 莫言的 印象是非常深的 我不相信 因为 应该 考虑到 中国 中国 早就有 这种 这种 Márquez的 那种 那种 叫什么 Magic Realism 一定有 普苏林的 了斋 那才是 Magic Realism 1988年 1988年 后奖的是 埃及的 Nagib Márquez 他写的小说 差不多 他所写的小说 就以开落 以埃及的首都 有开落的背景了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看他的小说 我觉得 他们非常想 巴金的 最好的小说 巴金 最好的小说 就是 汉叶 这些 重庆的 看看的时候 重庆的时候 1990年的 Ostavio Paz 讲的 还有很大的 是很像爱兰的 这个是印尼的 波兰的 Vislav Synvolsk 1996年 他可能是 属于 Synvolsk 可能 属于 年轻的 中国世人 最欣赏的 一个外国 世人 高兴建 2000年 得奖的时候 大陆的反应 是非常否定的 有了指出 高巴汉 无数部门 他是法国人 他的著作 不能代表 中国 中国文学 我自己认为 中国文学 这个名称 应该 改成中文 中文文学 中文文学 后的 花文文学 非常高兴建的 大陆的 大陆的 评论家 好像是 读过 他早期写的 一个 句本 叫 《车站》 他主要的 他主要的著作 是他两部小说 《灵山》 和《一个人的圣经》 他的具有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短篇小说 和他的戏剧是很值得读的 我相信所有的爱好诗歌的中国人都欣赏2011年 是我们得奖的 瑞简士人 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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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的著作 莫言 2012年 得奖 就让我自己 感到 非常非常高兴 我觉得莫言的 莫言的短篇 跟图片 写得特别好 我自己最欣赏的 就是 《统命的红楼谱》 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 《统命的红楼谱》 这个是他 《吉普看》所写的 最好的一部 比较短的读作 有好心与伟大的作家 没有莫得诺贝尔文学奖 像俄国的 Leo Tolstoy Maksim Gorky 法国的 Emile Zola 英国的 詩人 W.H. Orden 和英国 小说家 Graham Green 美国的 詩人 Ezra Pound Norway的 戏剧家 Henry Gibbs 艾尔兰的 小说家 James Joyce 和瑞典的 很有名的 戏剧家 和小说家 August Slimberg 我已经说了 大多数的 莫奖的作家 都是西方人 尤其是西欧人 和美国人 亚洲 有五个作家 在讲 Tagol Slimberg 1913年 日本的 Kavabata Kensaburu 大疆剑三郎 1993年 高兴剑 和莫言 非洲 有四个 Soyinka 1986年 Mafus 88年 Gordimer 91年 Kotsi 2003年 南京美洲 有四个 Mistral 1945年 Asturias 1967年 Neruda 1971年 Márquez 1982年 澳洲 只有一个 得奖的 作家 就是Patrick Patrick White 常常有 中国人 想问我 中国文学 什么时候 能走得上 世界文学 中国文学 什么时候 能走得上 世界文学 这个问题 我非常惊讶 两千年前 中国出现了 世纪 世界上最早的 有文学价值的 诗选之一 现今 时代的著作 如左传 庄子 道德经 是独特的 汉朝的岳父 和民歌 司马前的诗集 偉晋时代的 诗和诗文 坦代的绝句和律诗 宋代的诗 元朝的三句 明星小说 都是中国文化 所撞出来的 诸宗 西方的哪一个国家的文学 比得上那些呢 其实 中国现代 和当代文学 也早懂得上 世界文学 要是从古兹运动 时期出发 我们可以肯定 鲁迅先生的地位 他的 纯文学作品 非常不多 就包括 两部短片小说集 《呐喊》和《盼管》 还有 《小文集》的故事影片 还有一个诗集 野草 可是 他的 杂文 也具有很高的 文学价值 他在中国 1920 1930年代的 文堂上 所起的作用 是相当重要的 为什么鲁迅 没有得到 诺贝尔文学奖呢 第一 他的著作 是他死了之后 才遇着外文 第二 没有人推荐他 我知道 大陆出了 一些妖言 说 瑞典学院 通过院士 斯文和鼎 那个探索家 1930年代 初 在中国的时候 问过鲁迅 他愿不愿意接受 诺贝尔文学奖 说的是 鲁迅 拒绝 接受 我查了 瑞典学院的 档案之后 更肯定地说 这只是要言 瑞典学院 瑞典学院 从来没有 问过一个作家 愿意不愿意接受 事情是这样的 1913年 1913年 选入瑞典学院的 斯文和鼎 很希望 一个中国作家 会得诺贝尔文学奖 1924年 1924年的12月 何丁 从中国 他那个时候 在中国 给我的老师 高富汗 在瑞典的 高富汗 写信 请他帮忙找一位 合适的 中国作家 高富汗 高富汗 1924年的 12月 20号 回答 说 与他看 没有中国作家 有资格 都讲的 这个是1924年 他还说 梁启潮 但他演 和虎世的著作 虽然 对中国读者 非常重要 可是西方的 读者 可能不会接受 高富汗说 他有一个 年轻的中国朋友 正在巴黎 从事原学的研究 那个人 对中国当代的文学 很熟 因此 他也许 会介绍 一个比得上西方 最优秀的 中国作者 高富汗 高富汗 在他的心理体中 年轻的学者 是刘班努先生 刘班努先生 里面是语言学家 他去中国四川 去来与波士尔文 大臉 写得非常好 他也是研究民歌的 他也是 他也是 武士运动的 一个 非常积极的一个 一个作家 中国头一个 三文诗 是 是有班农写的 叫 《汉文》 这个 如果你有机会看 找出他的 那首 那首 三文诗 我希望 你们会 读成些的 非常好 所以 那 是刘班努 我以后 我得到一些台湾朋友 提供的资料 按照 蔡金努先生的说法 柳班努 在一次演会上 遇见 鲁迅 就从这个机会 跟鲁迅 单独谈话 问他 远不愿意 接受 诺贝尔文学讲 鲁迅的回答 是 他拒绝 这也好意 也许 也许 尤班农 把鲁迅的回答 传达给了 斯文核定 因为 我知道 尤班农肯定认识 斯文核定 因为 你知道 在 他们三十年代 斯文核定的 Expedition 找到了 很多汉朝的 诸件 那些诸件 那些诸件 他们需要一个人 一个人的研究 他们就先问 高博汉 高博汉 就说 他没有辜负 但是他说 班农 他可能会也 帮你的忙了 可惜 对班农早就去世了 所以没有 做那个工作 工作 高博汉 给斯文核定的回答 表示 他那时 1924年的十二月份 对五十年运动以来的文学发展不熟 他肯定 他肯定 没有读过 鲁迅 1923年 发表的 呐喊 他也没有 读过 文力多 先生 1923年 发表的 诗集 《鲁迅》 《鲁迅》 是 对文学是非常 非常敏感的一个人 要是他 早 读过 像文力多的 作品 就是鲁迅 或者 《鲁迅》 或者 《鲁迅》 的作品 大家会 非常惊讶 和相信 除了鲁迅以外 1949年 以前的中国 有没有自己考虑的作家呢 当然有 我已经谈到神聪文 还有矛盾 还有老舌 据我看 完全比上 当时 西方 最优秀的作家 为什么 这三个作家 没有得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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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也 非常容易回答 除了老舌的 《鲁迅》箱子 以外 这三个作家的作品 也没有大量的 翻译 以外 把《鲁迅》箱子 翻成英文的 翻译家 完全歪曲了 小说的最后一章 我相信你们 有好些个朋友 者 读过《鲁迅箱子》 你知道 这是一个 非常悲伤的故事 但是 美国翻译家 他听他的出版社 社团的 就把最后一章 就改成一种 Hollywood style 的 乐观的一种 一种 故事 这完全就破坏了 老舌的文学作品 这个是 他非常对不起 老舌 非常对不起 中国文学 沈松文的作品 那个时候 没有翻译外文 现在 有一部分 翻译 主要的转篇小说 翻译英文法文 德文和瑞 要是那些作品 早一点 翻译外文的话 沈松文 是肯定 会被推荐的 会得加 矛盾的职业 翻译外文 可是 一部小说 不够作为评价的基础 巴金呢 巴金也应该 算是现代 中国伟大的作家之一 他 就我看最好的小说 就是海叶 海叶 1980年 在翻译英文 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山谷区》的《佳春秋》 就有《佳藩藩藩藩藩藩》 最后的作品不多 只有一部小说 《威晨》 和一个短篇小说集 在十个方面应该提出几个优秀的诗人 我自己最欣赏的1920和1930年代的诗人 是文尼多和爱情 文尼多是一个格律师的大师 他的诗集诗水里有一首叫《诗水》的一首诗 这个是杜格格律师 这个是文尼多最成功的格律师的一种作品 《诗水》的每一句是九个音段 这是一功绝望的诗水 这是一功绝望的诗水 教室你把那首诗翻成英文 这是一功绝望的诗水 这是一功绝望的诗水 是完全合适的 对于很少的很少见的 就不容易做 文尼多自己认为 《诗水》是他最成功的一种 诗歌的建筑物 他的诗水建筑物 《爱无爱心》 先生1930年代末年所写的诗 一章 却落在入口土地上 背方 乞丐 手椎车 和 一个小戏剧叫 火把 都比这张 当时的欧洲诗人 最优秀的作品 要是当时有一个 神论的反应家 法文尼多和 爱情的四个 创成外文 他们很可能 会登上 诺白尔文学 在讲的候选文的名堂上 我个人认为 1919年 年代以前的 中国戏剧 不能跟小说 和诗歌相比 草语的戏剧 当然是非常受观众的欢迎 可是 草语受到外来的 旧干 受到外来的 影响太长了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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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吾的 著作 然而 只不过是 中间和 十三年 远远地照顾 草语的 画局 我也 非常欣赏 夏淫的 戏剧 它 它有一 戏剧叫 《上海霧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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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 《上海霧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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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 就被口上了有百分子的帽子 三个人1970年代 末年才平凡了 平凡了以后又开始写作 他们三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我们引用很多当代外国文学的技术和技巧 像意识流和一种非常复杂的叙述结构 陆沃夫的作品 常常让我想起探讨着有中原的很文雅的文章 去年启示的战弦亮影的作品 可以算是常很文学的语音 1950年代 开始写作的大陆的作家很多 可是我相信我提出的三个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960年代 从文学方面来看是一个沙漠 根本就没有人介绍了 这是看的东西 从1970年代末年起 大陆出现了很多年轻的作家和诗人 我对金钱牌的诗人比较熟悉 金钱牌的诗人包括北岛 故城 满客 书庭 阳莲 江河 阳莉和多多 除了书庭 满客 和江河之外 这些诗人都客气在国外 大陆当代的小说家中 我愿意提出阿诚 本集才 柳星吴 莫言 韩晓公 李瑞 李渔华 苏东 从燕里恩科 亚平奥 超乃钱 和女作家 万安丽和三学 三学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女作家 我觉得她是中国的卡夫卡 她的诸作就完全像卡夫卡拉 用的时候 我看还超过卡夫卡拉 她的当然值得 我已经提到 这个《华文文学》 这个初初的作家 这个法国的高兴建 她的戏剧作品 她的戏剧作品 是当代外国荒唐戏戏剧 和中国传统歌曲的混合物 她以免应用最新式的西方画曲的技术 以免保留一些中国传统西打上的要素 我认为她的两部小说 我已经听到了 她的两部小说 《灵伤和一个人的神经》是空前的杰作 我也很欣赏她的 常常有戏剧性的短线小说 她是2000年得诺文文学奖的 她还没有得到 还没有中国人得奖的时候 常常有大陆的记者 向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她说小小的兵都得了诺文文学奖 这5000年优秀历史文化很发达的中国 为什么没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呢 我这回答是 冰岛根本就没有得奖 一个冰岛的作者 和洛杰克斯斯 1955年的奖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是冰法给一个作家 答? 说大陆君 book 意外 对akers成功的 libertarian 我怕他们 他们就有读过她早期的一些 诺贝尔文学奖 没有读过她重要的作品 而不然就是 何文當代的 何文文學的作品 只有一個非常小的一部分 翻成外文 我自己1985年 選入了瑞丹學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能是學院願意擴大 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解 自從1985年 我在瑞丹學院做過好些個報告 我要介紹當代的中國作品 我也盡量地搞翻譯工作 可是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我們希望很多翻譯家 把華文當代文學作品介紹給自己 我認為 我已經說了 我認為莫言 是最優秀的中文 華文 小說家之一人 他2012年 獲得諾格勒西餐的時候 很多客具國外的民運分子 罵他是中國領導的走狗 他不僅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 他也超了也能文力講話的一部分 批評莫言的人 不肯承認他是當代大陸的 誰敢挾露中國社會的黑暗面 誰敢批評中國腐敗的官僚 非法的活動的一個作家 我自己特別欣賞莫言的黨員小說 我再一次要提出我這個通靈的厚勒布 希望你們會找到 我也非常喜歡他寫的通年的 非常感動的經驗 除了高興建議外 我在這裡講到的都是大陸的作家和詩人 原因是非常簡單的 除了個別台灣詩人的作品以外 我對台灣、香港、澳門和詩句在國外的作家的作品缺乏足夠的認識 這個事實真的令我為難得了 問題是應該做的是很多 可是白節夜裡只包括24個小時 我覺得台灣的1950年代以來的詩人的作品也比較熟 我最欣賞的台灣的詩人是季賢、洛夫、商勤、雅璇、羅門、羅青和楊慕 我認為雅慕是當代用中文寫作的最好的詩人之一 他的詩人集齊來前書和齊來何書也是非常優秀的作品 國財店員演講提到參與工作的重要性 一個作家當然主要為自己的主導的服務者 當時他也希望他的作品會超過語言的界限 因此我們需要很多參與家 很多好的參與家 有兩種參與家了 考參與工作和生活的專業參與家 和業餘參與家 參與文學作品的專業參與家並不多 包括整個歐洲和美國 整個歐洲和美國可能只有十幾個最能好的範圍 把中國文學作品當成這個 業餘上講比較多 他們昨晚是考參與文學的學者 外國漢學家對參與工作有兩種不同的態度 有的比較保守的學者認為 一個登登的學者不應該考參與工作 參與工作對一個學者的學術參與沒有什麼好處 我自己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我認為一個漢學家應該用一部分時間搞範圍工作 讓他的同胞們有機會欣賞他自己所能欣賞的作品 我相信我都特別為止 以後在我的那個稿子上有一些訊息 關於我的翻譯事業的工作 我相信都不停地好 這樣就好 謝謝 谢谢大家